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护影假天花 长生圆形装饰 黑客厅厨房多个群维,联系起来 設計刻意淡化原油的分區 採用環抱式設計 與護主是三子弟有關 配上簡約元素帶出和諧的感覺 今次這個項目設計風格是Modern classic為主 線條方面喜歡簡約、Modern、時尚 但用料方面希望有少許Elegant的沉澱 所以我在這間屋都會有一些雲石紋 或者一些不鏽鋼的處理 令到這間屋有些大方典崖的效果 主調是米白淺色 遠跡打開大門網通鑽石廳 架設淺墨拼金屬邊格屏風櫃 畫出圓關位置 客廳是家人住在一起的空間 必須要歡呼舒適 油和淺淡的用色 和皮製物料配搭起來 可以增添時尚味道 可以增加家人的連繫 三個人融合了的意見 其實都是希望這間屋 感覺上可以大一點的空間感 餐桌可以收起來的餐桌 讓空間感更大 設計到客廳的位置 因為把餐桌收起來 如果我落棧吊燈就會很奇怪 所以這間屋我沒有吊燈的設計 希望一入屋的第一印象 看見屋的尺寸 感覺上大 我在假天花上就著手了 由於這裡樓底不高 大概只有兩米半左右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弧形的假天花燈槽 入屋大門口的位置 看進來的時候 視野會覺得很寬敞 一個回形的大銀幕的感覺 廚房設計以功能性為主 灰色石紋磚 灰米白色的工作台面 現在空間打通之後 可以容納更多電器 例如洗衣機、洗碗碟機 雪櫃爐具等等 三間房分佈是這個金框走廊 天花做了長形燈槽 進頭的主人房 兩級扶螢幕地台 圍上金邊 姐姐是用主人房的房間 她喜歡顏色的色調 比較淺色 因為雷性化一點 她也喜歡線條 不要太多直線、起閣 其實三姐是其中一個要求 一致的 就是她們各人都有很多自己的雜物 她很需要更多的保存 所以三間房 其實都要利用地台或床下面的空間 來到樹木 直調暗淡 風格硬朗的 是兩位弟弟的睡房 這間融道深色木紋組合 另一間亦以木色為主題 床頭板延伸到弧形燈槽 加上茶色鏡面 為房間營造焦點 對齊 新的擁業 也要發動 再入闊 平衡 是 我